几乎是前后脚,北斗一个月内迎来两则重磅消息,GPS垄断被打破,告诉我们北斗不仅仅是导航,战机武器会迎来大升旗。 近段时间,有关于北斗的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官方媒体就在最近刊文称,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北斗向后迎来两则重磅消息,换上一副硬核面孔告诉我们,它不仅仅只是导航。 据悉,在8月初,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面向社会发起的北斗制造者计划开始后,中国北斗应用加速落地,随后又在8月底,中俄双方启动卫星导航合作,北斗格勒纳斯将实现兼容与互操作,令北斗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截至到目前,中国北斗三号工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载轨卫星也达到了39颗,北斗向全球布局的脚步也变得越来越稳,随着其在数量的逐渐增加,GPS此前的垄断局势也将被打破,而北斗与格勒纳斯的合作,或许也能让北斗未来能应用到黄金瓶段。 这对北斗对军方来说意义非常巨大,尽管北斗系统是一套卫星导航系统,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导航,给导弹做指引就是其作用之一。 随着北斗全球布局的推进,未来中国的制导武器会将得到更大的普及,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战机武器会迎来一个大升级。 我们知道,北斗芯片在成本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也意味着导引系统的成本也将随之降低,为大规模装备营造出极有力的条件。 或许未来,中国空军扔联合制导导弹将和扔火箭弹一样随意。 分析表示,GDAM的导引系统套件基本在1万美元左右,也正因为这样,美军战机大部分搭载的就是这种GDAM导弹,但同样的情况,其他国家并不适合,就因为这依赖于GPS系统。 而随着中国北斗系统全球布局的步步深入,在这一方面,GPS的垄断地位也一去不复返。 此前人们就说,中国军队最爱的就是火箭弹,为了威力更强,打得更准的GDAM导弹也能像火箭弹一样发射,中国军队的整体实力也将在上一个台阶,而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卸下美国之的路。